武漢肺炎越來越厲害 剛剛看新聞 香港已經有第一個死者 究竟我們怎樣才能在家裡治救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毛巴 首先很感謝我朋友雪中送炭 現在炒到天價這麼高 都還送了一盒口罩給我 話說現在很多人都說 今次的武漢肺炎和17年前的SARS很相似 而SARS可以在空氣中傳播 所以為什麼之前淘大花園有大規模的礦山 而其中一樣最主要就是U型喉沒有隔氣功能 在家裡有隔氣功能的設施 其實都離不開廚房和廁所 也可以看這張圖 參考一下4個位置 而我自己都會用自己家來做一個例子 示範一下如何令大家生活的地方更加安全 首先第一個位置就是洗手盆 我們應該不用擔心的了 因為大家每一天都會洗臉、洗手、擦牙都在這個地方 而第二個就是洗澡位 也是一個不用擔心的位置 因為我想大家每一天都會洗澡 而第三個位置就是最棘手最棘手的位置 這個就是廚房地下的去水位 我平時和毛媽都是拖地和吸塵的 不會一桶一桶水倒出來 所以這個喉應該很乾的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我今次最主力去灌水的位置 如果我就拿一桶水倒出來 就這樣倒出來 它是很容易淺出來的 很不方便 很久要清理了 網上我最近瘋傳的一條短片 就是拿一支紙杯和飲館 自己做一個排水系統 不過很可惜 我家裡沒有飲館和紙杯 我家裡只有這兩包果汁 今次就來實測一下 到底這包果汁可不可以用來灌水 首先當然要先喝完這包果汁 之後就把飲館拖出來 這個位置 然後在這個位置剪開包裝 做一點手工之後 就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由於我這個飲館是上粗下幼的 我就反轉插進去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當然測試的時候 我就在廚房洗菜盤旁邊測試一下 飲館向上的時候 這個裝置是完全靜止的 當飲館向下的時候 水就會自動流出 就這樣看好像很成功 好,測試完了 就到實戰了 實戰就要放在地上試一下 記得記得 第一下動作要快 要把飲館插進水管裡 雖然我們看不到水流出來的狀況 但我們可以看到盒裡 水慢慢降低的水平線 專家說這個U型水管裡 最好要有500毫升的水 所以我們這個一盒是不夠的 我們之後就要再添一點水 拿一隻杯過來 加一點水就可以了 這個完全開口的設計真的很好 就這樣在地上加水就可以了 真的很難得 我第一次做實驗 竟然是大成功了 建議大家跟我一起做一個這樣的裝置 那就天天灌點水下去吧 不過先戴我的頭盔 武漢肺炎不知道會不會在空氣中傳播 但做多一件事防禦也好過不做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個建議有幫助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和like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這邊請坐